儿子闲来没事 就想逗一逗某位自称老爸的人 咧着嘴偷拍了一张照片 这几日 不见儿子送你份礼物蓝总 请接收你的礼物 整个蓝氏集团 被电脑上突然出现的照片给惊呆了 照片的男孩拿着玫瑰花 玫瑰害羞的表白 另一个男主角低着头同样娇羞 这谁 什么情况 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蓝忘机就坐不住了 好你个魏无羡 居然敢收别人的话 居然还是玫瑰花 本想着凉他几天不去打扰他 他倒好 变本加厉了还还有那个臭小子 今天正好一起收拾了来人 帮我空运一卡车玫瑰花送到这个地址 立刻马上 喜欢玫瑰花是吧 好 魏无羡这次你惹上我了 半个小时后 一排排运送玫瑰花的车队 从东头排到了西头 那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谁要求婚 魏无羡看着自己花店门口堆满的玫瑰花头 都要大了我没有订玫瑰花呀 你们是不是送错了 坚韧的脸这么多别说花店装不下 就连出租屋肯定也装不下 老板特意交代我们地址没有错 都麻利点谢车别把花弄坏了 老板说了完成任务奖励十倍工资 哪个爆发户这么大手笔 魏无羡也很好奇请问你们老板是 他们老板是我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身影 大不留心地往魏无羡这边走来 扑他居然真的对花过敏 还夸张地戴个口罩和手套帅气 还是一样的帅气 还是觉得蓝忘机 这个装扮很搞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收废品的呢 明知道自己过敏还要送花 他是不是傻 不准笑 我这是为了谁 要不是因为你魏无羡 我才不会这样 戴了好几层口罩 还是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 啊 什么意思 为了谁 魏无羡不懂 这个小傻子当然是为了你 不然是为了谁 以后不准收别人的花 就这样 蓝忘机说完就走 丝毫不给魏无羡说话的机会 我没收啊 莫名其妙 蓝总 这花您倒是带走啊 你自己看着办 让我带走 送出去哪有带回去的道理 那么多车花让我看着办 魏无羡觉得他开玩笑要有个度 这么多花堆在这里 明天会坏掉 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啊 魏无羡很心疼 拉住正要走的蓝忘机蓝总 魏昊晨把玩着自己的手机 越来越有意思 这么多花丢了也太可惜了 魏无羡虽然很喜欢花 但他不会浪费蓝忘机你站住 该死的走那么快 做什么 大长腿了不起吗 等魏无羡追上去 还没来及地喘口气 整个人身体悬空 被人抱在半空中 喂 你干嘛 吓死人了 别动 你敢动 就把你摔地上 蓝忘机说到做到 还夸张式地抱着人往上电了电 第一次这么亲密地跟他接触 魏无羡有些不适应 也害怕下意识地搂紧了蓝忘机的脖子 你要带我去哪 我还要开店 卖了 这小东西真不懂还是装傻 我都做到这个份了 他还是不懂 店里有儿子在一时半会黄不了 魏昊晨小朋友 啪啦啪啦敲着键盘玩的不亦乐乎 反正有那么多保镖在 也不怕丢任何东西 我不值钱的 卖了 我也值不了几个钱 魏无羡被强制地塞进 副驾驶 小心翼翼地开口 蓝忘机强大的气场摆在那里 以前的种种又浮现在眼前 那样的蓝忘机很可怕 魏无羡很畏惧他 怕我 冷静了几分钟 车子里没有别人 蓝忘机冷漠的表情 让人猜不透他想做什么 魏无羡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不敢说害怕 但是心里确实害怕 他那是什么表情 我有这么可怕 别欺负我小爸爸 否则你应该知道后果 儿子虽然贪玩 但是心里还是向着他小爸爸的 蓝忘机冷着一张俊脸 松了松领带 想抽根烟 又怕呛到魏无羡 两个人坐在车上各怀心事 你喜欢玫瑰花 啊 哦 没有会不喜欢玫瑰花 也没有人会拒绝玫瑰花 玫瑰花的花语很浪漫 魏无羡喜欢 印象中好像还没有人真正的送过花给自己 自己也没有送过花给别人 也许是还没遇上哪个人吧 既然喜欢 为什么不收呢 还要让我带回去 就这么不喜欢我送的玫瑰花吗 那个人是谁 蓝忘机酸里酸气的开口 殊不知自己多么的在意别人送花给魏无羡 看到照片那一刻 蓝忘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结果却扑了空 哪个人 花店里最忙的时候会有十多个顾客 魏无羡哪记得住谁来了 谁没来 又不认识也没刨根问底的习惯 蓝忘机问的话简直莫名其妙 还能有哪个 当然是送你花那个 怎么 你身边还有很多人 魏无羡你说清楚 你心里还有谁 儿子都那么大了 你居然还想着找别人 魏无羡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 非要找人上你才行 没男人活不了是不是 蓝忘机这次要开始大开杀戒了 一定要铲除魏无羡身边最亲密的人 谁也别想接近他 啪的一声 魏无羡红着眼睛 甩了蓝忘机一巴掌 任何人都可以来质疑自己 任何人都可以指责自己 为婚生子让自己背负多少骂名 背后多少人对自己指指点点 魏无羡都不曾生气 蓝忘机 我魏无羡没有你想得那么龌龊 当年要不是为了丑奶奶的医药费 我魏无羡也不会任你摆布 忍气吞声 我都已经离开你了 为什么还要揪着我不放 蓝忘机我不欠你的呀 为什么呢 侮辱我很有趣吗 这一次魏无羡怒了 我 他哭了 魏无羡哭了 蓝忘机手忙脚乱地帮人擦泪水 没想到越擦越多 蓝忘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没有哄人的习惯 也没有人告诉他要怎样魏无羡 才能不哭你别哭 别哭 笨拙的大手刚碰到魏无羡就被推开了 不用你假星星 以后离我远一点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出现 魏无羡恨自己 怎么那么懦弱 被欺负了除了哭也做不了什么 明知道惹不起眼前的人 但还是生气地打了他一巴掌 打就打了 谁让他故意来找茬的 还有 玫瑰花都给我带走 你蓝忘机送的花 我魏无羡一点也不稀罕 这还是第一次见魏无羡发那么大火 之前都是唯唯诺诺在自己面前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 就连床上都是蓝忘机主导 两个人配合得也很默契 今天好像真的惹到他了 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生气 回到自己的别墅里 蓝溪沉也不知道什么过来的 看到弟弟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是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哪里是吵架呀 你亲弟弟被打了一巴掌 哥 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 不该那么逼迫他 不该那么说 他自那日两个人闹得不愉快 蓝忘机也知道自己说话太重了 可 说出去的话想收回来都来不及了 想弥补又摸不开面子 我堂堂一公司 蓝总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低头认错 监狗